我們收治的一個病人人數 占了全國的重症病人的7% 去年疫情爆發至今 身為新北市18家急救責任醫院之一 台北慈濟醫院責任不曾減輕 去年我們醫院裡面 就是總共收治104個 Alpha的病毒感染的一個小朋友 那今年的話就完全不同 今年到目前為止 我們到10月底的話 台北慈濟醫院大概照顧了439個 確診的那個Omicron的病人 同時又是耳科醫師 內心壓力 見上責任 硬是扛了過來 背後故事分享出來 身為胸腔科醫師 蘇文玲也不輕鬆 每天就是到冬午的時候 就一出來的時候 就哇 一脫下來 滿身都是汗 2021年的時候 他所不一樣的話 他就像是一個世紀大災難 心裡是非常的恐懼 而且就是很容易會有那種災難症候群的 這個這種感受 帶著恐懼引領一線醫護 堅守防疫戰線 兩位院內大將 這個月初雙雙榮獲第十屆 新北市醫療貢獻獎 肯定卻是犧牲親情換來的 我太太就是有看到說 我怎麼會在家戶病房越來越忙 那每天都很晚才回家 孩子們就帶到公阿嬤家 然後就帶過去 那我想那很好 就是就是大概就離開我就好了 這樣子會比較安全 該過的時間就讓他過 慶安住宅 那未來的呢 就是要把握現在做啦 這是我們生命中的計程 他的整個匯部都白掉了 我知道這個嚴重 非常嚴重 他就跟他說插管 如今六十四歲先生健康 坐在旁邊 從病房試訓向上人報告病情 八月底確診 家戶病房三進三出 醫療團隊共不可沒 但是還是要再接再立 趕快康復 醫療團隊 副理人員 他要很細心跟我們照顧 真的就是四病如親 他跟我們動作自己人 他要做更多事情 你就把我這個庭主要顧好 這樣應該要為他照顧好 好 生受病苦 錄製影片讓上人安心 大家庭的祝福 願早日康復 大一新聞 孝士捷 許英豪 臺北部道